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在林务局 以及技大USR计划的协助之下 举办雨碟共餐 蝴蝶创意料理厨艺比赛 董事长廖家展表示 希望透过蜜圆植物融入料理 让大家重视生态的重要 并且能够借此来支持在地农产 帮助地方产业行销 我们如何将这些社区的资源 转化成一种产业 可以帮助福利更好的发展 我想就是我们在推动生态城镇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 蝴蝶餐的料理的一个竞赛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蝴蝶餐的料理 把蝴蝶的食草让大家都知道 而且让大家都在知道的这个过程里面 品味到我们的这个点心师傅们 他们的创意他们的巧手 县议员叶仁创表示 透过蜜圆植物与料理结合 进而能够让大家更重视生态 让蝴蝶能够与人共餐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与想法 值得我们来推广 我个人因为这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页的结合 一方面的我们结合地方蝴蝶的生态的推广 然后蝴蝶它的要种很多所谓的蜜圆的植物 蜜啦有那个蜜的蜜物 或蝴蝶和蝴蝶来 然后再结合到我们东地福里的一些小農的特色 多种方式的层层的去把它行销出去 对我们的观光对我们的生态 甚至对我们的在地的小孩的教育 我相信都是一个 很好的价位到外面 县议员陈怡君也希望 往后也能够结合更多在地小农 共同来推广 让埔里蝴蝶与产业 能够共同来行销 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扩大 所使用的这个食材的范围 不要仅仅只是局限于 这个蝴蝶的这个食材 而是能够扩大 使用我们在当地的 然后当季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因为像我们埔里镇 有很多的青农还有小农 他们所种植出来的 这个在地的这些蔬菜水果 都是非常新鲜 而且都是有机的 那我相信来善加利用我们 当季跟当地的食材 一定可以让我们的这些料理 更有当地在地的一个特色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新故乡 文教基金会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能够将埔里蝴蝶与产业 行销出去 帮助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